公司的食物 咦? 雲吞啊!雲吞麵啊! 很好吃的港式雲吞麵啊! 救命啊!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吃到這麼好吃的雲吞麵? 我吃不完怎麼辦? 完成了 說到米梓蓮推介的港式雲吞麵 這裏感應第二都沒有人感應第一 所以我今天拜訪的地方就是 喂 會長 是 你搞什麼 不是有人做了COVID嗎 我們現在是在噴一個 納米殺菌的保護層 你知道現在COVID那些很多細菌 我們做這些餐飲零售是最吃虧的 之前我們也有勤消毒的 發覺都不是辦法 轉過頭 菌又落回來 那就真的沒用了 直到我就找到這一隻 二氧化態塗層 它是靠那個Wave Length 即是燈的光波 去將它Activate 好像一個電網一樣 電網一樣 你一碰它 那就糟了 就是COVID 現在最近那些什麼Monkey Pox 全部都可以搞定 那你怎麼知道你沒有被人找到笨 又真的殺到菌呢 可以 跟我來 看到我有一張貼紙在上面 是一個swap 我們噴之前 他們會掃一掃 就看一下這個牆 現在有多少細菌 這個就是做了三個小時之後 看一下那個result 究竟出來有多遠 剛才是萬多 現在是470 它要warranty你12個月 所以它變成你可以看到12個月 究竟它的performance有沒有drop 就好像appraisal 這個就是KPI 是一碗白雞 啊 啊 來 先喝茶 謝謝 不好意思 我要你這麼早來走過來 我來訪問你 做這個訪問 怎樣怎樣怎樣 當然要認真一些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究竟會長的身世是怎樣的呢 為何會來這裡呢 我身世不是很淒厲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過來做生意的 我不是移民或是移居過來 就是怎樣選擇這裡 其實是他選擇我的 OK 即是有來過的 因為我以前在大陸工作 在大陸工作的時候 剛巧那個公司有幾個馬來西亞朋友 然後我過來 當然當然是找回我認識的朋友 大家出來聊天 吃飯 進食 然後他就說 我很掛念香港的雲吞麵 然後他就說 咦 我有 即是你有這樣的聯繫 對 其實那時候都是亂來的 即是你完全沒有做過吃 其實我是從小到大 我最小的時候我夢想是做警察 每個男生都是這樣 好男生 不是 每個男生都是這樣 到我差不多大學時間 那我就不知為何突然想做一些 即是餐飲酒店的東西 那我當時其實有一些 小小叫做夢想是想做大廚的 OK 即是本身喜歡煮東西吃的 因為我看到一些外國人 即是戴著頂高的帽子 很帥 高一點 很帥 像鬚筋那些 OK 但終於不是那一回事 煮麵也可以 煮麵給你 其實做蔥菜很少 麵 雲吞和湯 即是三樣東西都重要 所以為何這裡有這樣的圖 就是雲吞麵的層次 雲吞放底 麵放底 最後才加湯 是的 這是透視圖 因為馬來西亞人從未試過 雲吞放底這麼低調 是的 有板有眼睛 好像很厲害 很美麵 我煮了 我煮了七年雲吞麵 是的 你來了七年 在這間店開了七年 這個品牌開了七年 這個是第二間店 這間分店開了 都有四五年 我懂拋的 這麼大個我都懂 你試試來拋 我明白 很難的嗎 當然很難 但剛才你麵很快 錄了兩下就可以了 是的 我們的麵是特別幼 我們的麵不一樣 平時本地雲吞麵 起碼要用十幾十秒 拋一個冷河就可以了 所以要保持它的爽口 彈牙是不是 是的 這個就是港式雲吞麵 以及本地雲吞麵的分別 來試試 你試過的 不過今天我 但他煮的 我沒吃過 我第一次 你沒煮過給你吃 沒有 全部都是他主任 不過我從來沒解釋過雲吞麵 其實是甚麼先的 其實是先吃麵 因為麵 我們有一個叫黃金一分鐘 因為這個麵 最好吃是在頭一分鐘 先看到這邊 這才是香港的味道 因為這裏的雲吞麵 你咬下去不用用舌頭來弄壞 你明白我說甚麼 所以當時我們來到 我們找師傅教我們打 他簡直是很驚訝 他說 下這麼多鹹水 這樣打法 這麼幼嗎 會斷的 我真的很緊張 我想問 為甚麼叫細湧 細湧其實就是 我想問很久了 其實有幾個說法 因為銀絲麵就好像說 那時是芙蓉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就是它 細湧碗 你在冬天的時候 你在街邊吃 不能坐 你在街邊吃 抱著它 這樣來吃 有些說好像 涌 涌泡 涌泡 是的 這個湯 我們是用豬骨 大地魚 即是叫左口魚 還有蝦子 蝦子和左口魚 我們都是用最美 這裡是沒有的 那你是哪裡來的 我們是自己在香港入口 接著是雲吞 本地你想找煎蝦雲吞 是很少很少有的 我們計過 我這四粒雲吞 我已經貴過一個 外面你吃的叉鮮雲吞 我只剩下這四粒雲吞 你覺得成本 因為我這些全部是海蝦 不明白 那其實你要賣貴一點 我們不能便宜 我們十幾粒雲吞 一定要 米子蓮是給一間餐廳的 就算你集團有十間分店也好 它是給你這間就給你這間 其實這個是尊重的食物 但是我們其實在香港的時候 我們這個recipe和師傅技術 就是當年我們拿了三個米子店 在香港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是 就是 ride on米子蓮 譬如當時 你拿米子蓮的時候 那些廚師走出去 他就說他是米子蓮廚師 那時候可能 他一間分店拿了 那個外米子店 他又會另外一些分店 就說是外米子蓮的餐廳 但是我想最主要就是 究竟他拿米子蓮的時候 那個recipe 是不是 哪一個recipe 就是最重要的 其實米子蓮就是有分一星 二星三星和推介的 那一般如果是我們這些小食 通常都是拿推介的 那我們其實這個麥士的recipe 同一個recipe 我們曾經拿過三年的米子蓮推介在香港 那一星二星三星的那些 通常就是給一些比較fine dining的東西 香港人對奶茶是很執著的 就是你一杯漂亮的港式奶茶 對它來說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呢 我們的奶茶就是要用中粗幼茶去拼 就是不同的不同的奶茶茶葉 它有不同的功效 就是有一些是有給香味的 有給味道的 有給顏色的 那為什麼要拉茶呢 其實拉茶就是 你要將茶接觸空氣 你一接觸到空氣 它的味道就會出來 所以有時候煮完茶 如果不拉的話 它就不香 拉完之後還要再焗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是 自己手拉幾次 我們曾經試過用機器做 但是出來的效果覺得不太行 來 甜點糖 我自己放 自己放啊 這裡是沒有的 香港人特別麻煩 又要少甜 又要少冰 什麼東西都是 就是飛沙酒奶 一杯奶茶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好像等於一杯早上的咖啡 我看你這裡的菜單 是沒有選擇麵的 又沒有米粉又沒有河粉 又沒有意麵 只有麵 是 因為當時 很全啊 當時我們有賣河粉 有賣米粉 有麵粗麵 但每個人都沖著我們的麵來吃 招牌 對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我們是麵出名 沒有人會選河粉米粉 所以索性不買 現在只有有麵粗麵 其實很多人都沒吃過粗麵 其實粗麵很好吃 對 有粗麵 粗麵其實很好吃 其實你的名字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也有幾樣東西 雲吞水 攪牛筋腩 炸醬 蝦子 最好賣就是這些 還有餐蛋飯 餐蛋飯 不能否扭 餐蛋飯呢 我們推出之前有很多人罵 一推出之後 現在是最好的售賣 罵你甚麼呢 就像我的感覺 有很多人以為你家製造得到 我這個餐蛋飯 其實是不容易的 那你怎樣銷售給別人 其實你可以試一下 有甚麼特別呢 我們用很美的餐肉 即那個肥瘦很適中 然後我們厚切 你很難去做到外脆內緣的 然後我們用豬油 一個我們自己調的 一個秘製的頭抽豉油 不是就這樣用豬油 我們要煮它 又要下食物 然後再加上那兩隻生的蛋黃 哇 一拌入飯裡 哇 你說到我真是 現在都不吃 那種口感真是 很邪惡 對 餐飲管理就好 作為老闆 會不會煮麵 會不會包水加雲吞 當然吃 我們做餐廳 不懂得做 很容易被人騙 雲吞水餃有一點手勢 它那支雲吞挑 我沒有雲吞挑 我拿一個叉就可以了 跟本地雲吞有甚麼分別 就是全部都是下 只是我們有一點肉碎 這就是廣式雲吞的分別嗎 其實雲吞挑的好處 就是它的味道可以這樣 用尾來包 好像 FT加 CPA 不要這樣只是喝裂 第一剎鼠VB 現在這跟個人融合 剛好哦 就是說 有些人不要比較好 那家人喜歡插插 咸 咸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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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微粉ρχ cabo 好像糯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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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粘 足部位 真的有皮 皮很薄 皮薄很漂亮 我們的皮全部是自己做的 減皮是否很重要 雲丁皮是最重要的 皮是自己做的 在這裡做的 我們自己壓出來 它不會散開就行了 我們叫金魚尾 就是這樣 然後就像花 其實就像金魚尾 如果你可以這樣散開 你這樣散開 你不要一層層 它一吃的時候 就會吃到一塊粉 那我包得都OK OK 是吧 一天可以包多少隻 嘩 一天可以包多少隻 我沒數過 我們高峰期 一天賣過一千碗 好看 在馬來西亞做生意 是否比香港好呢 我覺得又是又不是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那樣生意 是很多人不需要的 其實香港的消費力是強些 人流是多些 你那裡賺起錢上來 會賺得多很多 但是這裏來說 又有好處 因為這裏來說 你有什麼事 譬如說 可能疫情 你是可以 有得給你守 香港真的 你有什麼 有什麼波浪 風浪 你真的可能 兩個月三個月 你就已經頂不住 所以馬來西亞就是 當然也是 你買的東西 如果是反應好的 其實馬來西亞都很好做 而且做得舒服一點 其實我經常都說 你一個 我們做食物 去到一個外國的地方 雖然這裏都有很多華人 但是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 你所有的材料 所有的人手 所有的技術 所有的人的經驗都不同了 你要再去做同一個味道 同一個感覺出來 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做過我們就會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經常都很多時候 有香港東西進來 我們就會很感恩 就算那個味道不一樣 我們都會很感恩 等於馬來西亞人去到香港 吃到一個 娜絲辣麥 或者吃到一個 一個 很好的豬肉粉 你都會很開心 很感恩 雖然那個味道 可能都不是百分之百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好 好